日本花式滑冰選手余生結弦 是體壇目前為止 唯一一位男子花滑賽事的超級大滿貫得主 被譽為史上最偉大的花式滑冰選手之一 也因為擁有高顏值 讓他收穫大批女性粉絲的喜愛 過去曾有民眾票選出余生結弦宣布結婚消息後 最讓人傷心到無法上班的名人 沒想到四日晚間余生結弦就無預警公開婚訊 讓無數粉絲心碎 他透過官方社群帳號發出聲明 投資已經入籍往後的人生裡 他會與支持者們以及花冰運動一起全力向前進 此外余生結弦也表示過去24年 訓練花冰就是生活的全部 直到疫情爆發世界局勢動盪 讓他開始不斷思考心中充滿很多感受 未來也會保持最好的狀態 繼續進行花滑運動 並感謝支持者們的陪伴 聲明中只自為其另一半 引發王王們的好奇 更有人感嘆表示 上輩子到底積了什麼的 這輩子才有辦法跟余生結弦結婚